你连哪个意不懂都弄不清楚 你先练个轮廓 等知道哪里不懂时再来问我 我还要去操练炎小狼呢 多练就好了 练吧 哦 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四爷 这套剑法行于流水 极为的自然巧妙 每每以四两之躯 可以立拔千斤 但是想要把优美的动作 换成可以伤人的招式 实在是颇余挑战 加之要义抽象 理解起来我也是十分的困难 比如说这招 这招叫擎岚分水 所谓擎岚分水 就是微风拂过水面 荡起层层涟漪的感觉 下一周 群星败月 阿琪 看来我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怎么了 你确实来的不是时候啊 你什么时候下山了 巧了 我和燕老聊的投机 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留你在山上也行 但不要打扰我师妹练剑 四爷放心 我自有打算 阿芹 等你完事了 告诉我 我陪你去后山财叶姑 是 公子 您还有心思要找叶姑呢 过几日南边就开始发货了 如果再不过去 恐怕就来不及了 我知道 你不必总提醒我 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回去的 不会无事 是 這個山洞 這個山洞 有何不妥 沒什麼不妥 只是勾起了往事回憶罷了 當年我和桑七認識的時候 也有一個這樣的山洞 我和桑七認識的 不要哭了 我才沒哭 沒哭眼睛怎麼實實的 要你管 你不要害怕 我弟弟一會兒就會帶人來救我們了 我才沒害怕 再說你爹爹是來救你的 像我這樣的落魄子弟 哪會有人在意呀 啥叫落魄子弟呀 就是 就是 沒人要的人 自然也不會有人來救 那我要你 我來救你 真的 要是別人都不要你 我就來救你 拉勾勾 如果再來一次 阿家會不會 再來一次 公子 您在說什麼呢 看來今晚 會有一場大雨 金木 公子 吩咐你一件事 但聽公子安排 今天傍晚 把桑七約到這裡 但是記住 路上要甩掉言言和連篇 還有 不要讓燕家人知道 我這就去辦 可是公子 剛才您說了 今天晚上可能會下雨 要是這樣的話 您和桑小姐在這兒 豈不是會有危險 要是今天晚上不下雨 我才不會來這裡 不是 那邊 我還是要去 那聽見 你還是要去 搭桑 再看 你 你也不在啊 你還有什麼啊 那你又有個雞蛋 我還是要去 你還要去 公子帮您解读 冒雨连夜出城追太医的事 您都知道了 还有这事啊 那难道是过年的时候 我和公子去太尉府外放烟花的事 您也知道了 烟花是 司宴放的 那个 那应该是 进国子间的时候 司宴不满 各位博士为难您考试 有心故意放水 是这事吗 这也是司宴走的 司宴人在哪 我问你司宴在哪 这司宴 救我的 救我的 桑小姐 桑小姐 我家公子在后山发现了一大片野蛊 他想请你过去看一下 可是我着急找司宴呢 可我家公子也是为了您找了好几天才找到的 您若是不去的话 好吧 我回去跟林彬说一声 桑小姐 这天眼看就要下雨了 您这一来回 我怕耽误时间 交涉在半屋上 依我看 咱们不如快去快回 行 走吧 公子 桑小姐到了 安琴 小门远 你说的野蛊在哪呢 我怎么没看到啊 我觉得这天色不太好 估计是要下大雨 我们还是早些回去吧 安琴 你答应过要陪我的 我是说过要陪你 不过回山庄陪你 不也是陪吗 再说了 今天天气又不好 改日找个天气好的时候 我好好陪你 行吗 走 你看 下雨了吧 走走走 赶紧回去 安琴 你记得我们小烧吗 我记得啊 那次不就是因为下雨 我们躲在山洞里吗 这么糟糕的事情 还想发生第二次啊 赶紧回去走 安琴 那次意外可能对于你来说 是一件晦气的事 但是对于我来说 安琴 安琴 四叶 你怎么会在这儿 所以才会怕 是一件晴米的事 这是一件晴米的事 感谢观看